這麼快 很容易醉的 我腳要很好 喝醉的 周小涵參加老師們的聚餐 卻遇上前男友右上也在場 不滿張艾亞主動出擊 氣到灌醉自己 也吐露真心話 很像我爸爸的眼睛 高高的鼻子 我最討厭的嘴巴 如果你每次都說 讓我傷心的話 我覺得好像是小時候 比較會用這種方式 可能就過30歲以後 就比較不會用這種方法 就是失戀 比較不會一直把自己灌醉 但20幾歲的時候會 周小涵透露 以前也曾經戒酒交仇 還自爆喝醉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現多國語言 其實我喝醉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可能會講那種八國語言 超搞笑 我已經很多朋友會錄下來給我看 就是我可能會 就是國語嘛 英文 日文 韓文 粵語 是不是台語 就開始 他們只要一發現我開始講這些話 就是代表我喝醉了 喝醉酒胡言亂語 講起八國語言不打緊 周小涵更有幾次 酒後失態的經驗 進去吧台裡面 就是我說我要當Bartender 我說我來調酒給大家喝 這樣然後就開始 東調西調 然後那個Bartender就傻眼 也是小時候比較會啦 就是那種喝醉酒 就會亂傳簡訊給前男友 我覺得這很要不得 每次傳完自己都超級後悔 酒醉傳訊息讓周小涵後悔不已 新戲中他跟又盛的感情線 讓不少觀眾看了很心疼 就看之後的劇情發展 能否讓坎坷情路逆轉勝 TVBS新聞裝全神講了的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